高雄警方破获了贩毒集团 意外救出了一名17岁的陶家少女 原来半年前 红杏的主席以毒品来引诱少女和她同居 少女虽然好几次想要戒毒 都遭到嫌犯的毒打 而最近冷气团来袭 嫌犯跑到了游艺场去打电玩 竟然独自把少女留在车里头睡觉 当警方把她救出时 少女还冷得发抖 趁着嫌犯专注打电玩之际 六七名远警 悄悄向前把两名毒贩团团围住 最后将他们带往坐车搜索 从哪里交出来 哪一个口袋 从后面口袋自己交出来的 这时原则发现车上有名17岁 未成年少女缩在车上睡觉 冷得直发抖 神情恍惚 像是刚吸食完毒品 先给她暖暖包暖手 再进行讯问 才知道她被红杏男子以毒品控制 半年前 这个红杏嫌犯以毒品来引诱她离家 吸毒是被强迫的 如果她要戒毒的话 这个红杏嫌犯还会打她 而这半年来 少女的父亲为了找女儿 请食男安 接获警方通知 立刻赶到警局带回孩子 对警方是再三答谢 把女儿从毒窟中救了回来